10月8日据英国媒体报道 黄龙号潜艇于4日下水测试 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 相关消息显示 黄龙号长约84米 宽约9米 高约11米 是日本三菱重工建造的 11艘苍龙及常规动力潜艇 自2015年建造至 至今花费了661日元 其排水量达3300吨 航速达20节 是目前世界上吨位最大性能 最好的常规动力攻击潜艇 但并不是它的主要特点 这被别人认为是宇宙不同的潜艇 被局座张兆中给予评价 媲美核动力 这是划时代革命 那它出辞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需要了解 原本的苍龙及潜艇是用柴油机 斯特林机提供动力 经常要到水面充电 而凤凰号采用锂电池代替原来的 千酸电池提供电源 锂是一种很轻的金属 相同体积下的锂电池储存电量 确实达到了千酸电池的两倍 增长了潜航时间 同比可增加前提一个月的潜航时间 对航速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 并且锂电池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还有很多优势等待着我们去开发 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材料 从开始创造使用工具 到现在如此强大的科技事业的发展 从全球方面上讲 但凡世界科技的每一次变革 都有工业革命这只无形的大手 在后面推动 而未来发展的三个方面 人工智能 新材料 新能源 是将推动世界科技发展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